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9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 华街日报报道,伊朗参与策划袭击以色列,那么中国案庭哈马斯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10月9号直播一的药文简报,第一个 中国商务部10月9号宣布 把对台湾贸易壁垒的调查延长到 明年的1月12号,也就是总统选举前一天 那么台湾总统选举的时间是 2014年1月13号,那么中国商务部4月12号宣布 对台湾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原计划是10月12号公布调查结果 商务部说,贸易壁垒调查情况复杂,决定延长调查期限 台湾罗会10月9号说,两岸同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 台湾要求中国依照世贸组织的规范进行协商,不过中方故意不采用 世贸组织的协商机制,目的就是要实现 他的政治目标 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张伍岳表示 中国商务部的这个决定在意料之中,台湾大选还没有正式的开始 中国如果现在就宣布调查结果 对选民的影响不会很大 所以中国故意让台湾选民意识到 这场选举是在经济繁荣 和经济衰退之间做选择 那么之前中国中共一直说 政治分歧不应该影响两岸关系,但实际上他就利用这种影响 那么2020年台湾选举之前,习近平说不排除武力 武统台湾之后 战机军舰 不断的在台湾周边活动 顺势停止了自由行,对台湾的自由行,同时大力打压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那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支持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结果呢,结果就蔡英文高票当选 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 在台湾总统 选举之前,中国大陆这边会不断的采取各种 各种手段影响台湾的选举结果 第二 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发表的报告显示 中国研制的096型核潜艇 利用了俄罗斯的技术,它的静音性 出现了突破 而且很难,将会很难被发现,报告指出 去年11月以来,解放军定期派出094型 核潜艇从南海出发 在南海 执行巡逻任务,不过094型核潜艇的声响比较大 是它的致命伤 报告显示,报告引述 这个卫星图片显示 辽宁葫芦岛造船厂正在新建一艘大型的潜艇 估计是096型的核潜艇 096型核潜艇的体积比094大很多 加上加入了俄罗斯的设计 减少了发动机噪音和其他的声响 潜艇的这个隐蔽性隐蔽功能 感应器和 攻击能力比得上美国俄罗斯最先进的潜艇 海军技术情报分析师卡尔森说 096型核潜艇预计在2030年前就可以投入使用 在南海的巡逻行动会更多 中国核潜艇将会更难以被侦察到 对其他国家海军形成更大的挑战 那么基本上093型核潜艇 093型核潜艇是目前 就是上个月8月份出事故 的一个潜艇那么 094型实现它的它的主力潜艇 那么现在到096,096使用了俄罗斯的技术 但是它的战斗力仍然和俄罗斯军队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第三 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乌梅罗夫10月8号前 前往这个巴赫木特前线考察 推特的照片显示 乌梅罗夫在前线指挥所和官兵讨论如何使用无人机 创造战场上的优势 上个周末乌克兰第92旅和俄罗斯的第83空中突击旅 发生了战斗,那么俄军少校旅长被打死 俄军最近向巴赫木特北翼征兵 试图夺回巴赫木特城区的控制权 乌克兰军队周末用导弹攻击了克里米亚的俄军驻地 那么这个驻地是俄罗斯格鲁吉亚精锐部队 乌克兰发射了21枚S200的导弹 在南部战线 乌克兰军队夺取了帕克尼的俄军阵地,一天就摧毁了4辆俄军坦克 那么使得乌克兰部队 的战线往前推进到了 叫科巴尼西部 科巴尼把整个的战区的宽度从原来的10公里拓展到12公里 乌克兰军队同时用海马斯火箭弹攻击了托克马克的俄军 这个弹药补给火车,引发了巨大的爆炸 目前乌克兰战场的形势也不太乐观 俄军仍然有序的反攻,但是速度相当的慢 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都知道,目前战场进入非常关键的时候 这个时候谁犯错,谁就出局 第4 中东社报导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 课作教授许素昌说 预计香港10到12月会再次出现武汉肺炎疫情的高峰期 那么明年的1到3月份是冬季流感的高峰 所以武汉肺炎病毒和流感病毒高峰 交替出现 香港现在是每天有100到120名武汉肺炎的患者入院 XBB病毒株占98% 那卫生防护中心将于10月11号开会讨论 是否引进新一代针对XBB的疫苗 香港目前 接种的武汉肺炎疫苗不针对XBB 那么计划引进三种疫苗包括 莫达纳这个辉瑞的mRNA疫苗,还有一款就是用蛋白分子技术的疫苗 肯定是国产的 香港现在就是这样 不讲名字 不讲名字就是国产 新疫苗的副作用和现有的疫苗类似 主要是创口的肿痛,低烧 疲倦 肌肉轻微酸痛等等 香港的老人孕妇等高危群体 接种这种疫苗,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第五 花旗银行10月9号宣布 汇丰中国将将以36亿美元的收购价 收购花旗中国的个人财富管理业务 那么这次收购范围包括 花旗中国个人 客户持有的账户存款 和理财产品 预计交易会在明年上半年完成 汇丰中国还计划向花旗中国的个人银行 财富管理业务发出要约,让他们加入汇丰中国 员工 那么2021年4月,花旗银行宣布退出全球14个国家的 个人财富管理业务,目前已经出售了澳大利亚台湾印度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 汇丰中国是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外资银行 累计 累计获得批准的QDII这个境外投资额度 在银行同业当中长期保持领先 第6 恒大汽车10月9号发出公告 公司股票10月10号付牌 10月9号,9月28号上午 中国恒大 恒大汽车 恒大一物业宣布停牌 那么当晚中国恒大发表公告说这个许家印 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那么9月29号恒大汽车宣布 收到了纽顿集团这个通知暂停对 恒大汽车的投资注资 那么今年8月份纽顿集团宣布以5亿美元收购 恒大汽车28%的股份 并且提供6亿元人民币的过渡性的资金 不过根据协议 纽顿收购恒大汽车的先决条件是 恒大要完成债务重组 所以恒大9月20号公告 恒大地产被刑事立案调查 所以就不能满足新票据发行的资格 也就不能够再发债 重组境外债 所以实际上 就是说 实际上 恒大地产 中国证监会对恒大地产 立案调查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恒大集团没办法进行 境外债美元债的重组 恒大集团没办法进行 美元债的重组 恒大就会被申请破产 所以呢 纽顿集团 他们收购恒大汽车的 条件就不满足 所以他就会暂停旅行 收购股份收购这个恒大汽车股份的这种要约 另外财联社10月7号报道 也就说恒大恒大集团这件事情已经 已经结束了 财联社10月7号报道根据第三方平台 97财经数据显示 恒大仍然在流通交易的美元债价格是在2.2美元 到2.4美元之间 那么比927号下跌了50% 目前恒大地产仍然在流通交易的人民币债券有13支 那么涉及的金额是513亿 截止今年8月底 恒大集团整个集团没有 没有偿还到期的债务是2785亿 那么预期的商票 2067亿 两个家在一起将近是49000亿 4900亿 也就是说 恒大现在 违约的债务已经超过了48000亿 那么基本上恒大已经彻底没信 基本上所有恒大的出路全部都堵死了 所以那些美元债还在交易 基本上是 没有意义的第7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发表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官员级别越高所在机构特权越大 官员非正规收入的比例越高 65%的政局局官员涉滩 这份报告是由北京清华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共同撰写 以特别的方式计算中国官员的非正规收入 报告发现中国官员的非正规收入平均占合法收入的83% 那么这个比例随着官员的等级 和部门的权利上升而增加 局级干部的非正规收入是正常收入的4倍 所以从贪腐发生率来看 有13%的涉滩官员有非正规收入 而这一比例随着官员的级倍上升而扩大 涉滩的正局级官员当中 有非官方收入的人占65% 而涉滩的非政府官员当中 有非正式收入的人只有8% 所以 非正常收入非正规收入 不一定是贪腐 比如说他去去演讲 那收入都属于非正规收入 所以实际上 什么意思呢就是 其实中国的官员 就算他不贪腐 他的收入他可以得到 比他正常 官方发给他的工资收入的4倍 所以你想想其实中国官员 生活如果就算不贪污他的生活都很好 但是还要贪 他还是要贪污,为什么 太容易了 第8 中纪委10月7号发布通告说 中国银行前董事长刘连科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注党机,取消待遇,收缴所得送医 检查警官起诉 通报说,刘连科大肆插手信贷项目,违法发放贷款 造成重大金融风险,严重破坏所在单位 政治生态 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这是问题 处心激励对抗组织审查 通报还说,刘连科非法收受巨额财产 财务,违规经营经商办企业,道德败坏,家风不正 3月19号中国银行发公告 说刘连科辞去董事长的职务 3月31号中纪委通报,刘连科被调查 刘连科是2015年开始担任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行长 2018年出任中国银行的行长 今年1月份,云南检查机关对中国进出口银行 北京分行的行长 李任涉嫌受贿 提起公诉 刘连科的落马就和李任有关 另外中纪委10月9号通报 光大集团前董事长李小鹏被开除党籍公职 收缴违法所得,送检查机关起诉 通报说李小鹏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靠金融吃金融 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业务承揽方面牟利 非法收受巨额财产 李小鹏是17年任光大的董事长 在此之前 他在招商局集团中国华融工商银行工作 光大集团由中国财政部和惠金集团83年设立 是中央级的金融控股公司,三大控股公司之一 那么中共中央第1轮的巡视,3月27号 对5家中管的金融机构进行了 巡视,然后再回头看 光大集团 李小鹏就是4月份被调查,就是 巡视主抓到了 另外 中纪委10月9号通报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孙树涛双开 通报说 孙树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 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宴请,通过私人企业主 取得高额理财收益 利用职权为亲人牟利 大搞钱色交易 那么政绩官扭曲为谋求个人进步 搞数据造假 孙树涛是18年任山东省的副省长 并且兼任济南市的市长 那么去年任山东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两个月之后被查 政协副主席是个很危险的位置,通常要查他就安排去当政协副主席 第九 美国之音报道 白马户外媒体的美国母公司清晰频道 最近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 贿赂中国政府官员,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 那么贿赂频道同意支付2600万美元 解决这起案件 其中600万美元是罚款 白马户外在2012年到2017年期间利用虚假中介和假发票 为帐外客户提供现金 以获得中国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广告合同 在清晰频道的 联合账本和记录当中 白马户外的不当付款被列为维修娱乐和 客户关系拓展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海外反腐败小组负责人凯恩表示 虽然清晰频道的内部审计员多次提出警告 但一直没有解决会计控制的缺陷 使得白马户外多年来持续进行不正当的交易 白马户外在1986年在广州成立 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一线城市进行户外广告业务 2001年在香港上市 2021年退市 最后一次的财报显示 白马户外在2021年上半年亏损4170万人民币 那么基本上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 贿赂官员非常普遍 那么这件事情 就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第10 南华早报报道 加拿大移民部表示 8月份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香港市民激增 8月份总共收到了805份申请 环比增加70% 创下单月新高 加拿大政府2021年为香港人设立了救生艇计划 允许香港人持开放式的工作签证 到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后 申请永久居留权 8月15号就申请计划放宽限制 允许在加拿大工作一年的香港人不需要学历证明 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 加拿大的暑期工也算工作 也算在加拿大工作 迄今为止有4290名香港人 通过加拿大政府救生艇计划 申请永久居留权 其中2000人获批 那么5200名香港人通过其他的工作移民 和就学移民 获得永久的居留权 11 旧亚洲电台报道 滞留在台湾的 湖南异见人士陈思明 获得加拿大的政治庇护 10月5号飞到了加拿大 陈思明 多年来坚持悼念六四 从2017年开始 被捕4次 今年7月 中国公安要求陈思明接受精神鉴定 陈思明决定离开中国7月底 他逃到老挝跟泰国之后9月22号 陈思明搭飞机离开台湾 泰国 航班在 桃圆机场转机时 他在机场寻求每家的政治庇护 陈思明表示到达台湾后一直在移民署的照护使 10月2号加拿大的外交官给他送来了加拿大的签证 陈思明滞留台湾不到两个星期就批准前往加拿大 陈思明感谢联合国大民署加拿大政府以及台湾政府 还有另外两名意见人士 就是借利剑和盛雪 12 诺贝尔委员会 10月9号宣布 今年几个 几个世纪 今年什么 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颁授给 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格尔丁 表彰他在女性劳动力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那么今年的经济学奖 给了一位研究女性劳动力的这个 经济学家 这是第3次由女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格尔丁的研究表明 女性参加劳动力市场 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在过去几个几个世纪当中 没有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而是呈现了一个U型的 曲线 在19世纪初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已婚妇女参与程度有所下降 但随着服务业的发展 已婚妇女参与度开始增加 这种变化是结构性变化和女性 对家庭责任社会规范演变的结果 所以 到现在为止诺贝尔奖的六个奖项全部颁发 那么其中四个奖项当中 四个科学奖当中 有五名美国科学家获奖 有一名瑞典科学家获奖,一名德国科学家获奖 还有一名是俄罗斯科学家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文简报 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 主题还是 巴以冲突 华尔街日报10月9号报道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 里巴嫩真主党的高级成员投入 伊朗革命卫队参与策划了哈马斯星期六对以色列的袭击 报道说 伊朗 伊朗的伊斯坦革命卫队军官从今年8月份开始 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合作策划这次海陆空的突袭行动 伊斯坦革命卫队军官和伊朗支持的四个激进组织 他们的代表 在贝鲁特开了几次会 主要是为这次行动的各个细节敲定 这四个激进组织包括 这个哈马斯,就是控制加沙地区的哈马斯 那黎巴嫩的这个什叶派组织和黎巴嫩的珍珠党 那伊朗革命卫队的官员上个星期一在贝鲁特的会议上 批准了这次对以色列的袭击计划 那么这是美国主流媒体第一次 直接的 直接的报道 这直接的报道伊朗是参与了这次袭击 那么这将会使得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公开化 会增加中东发生整体性冲突的风险 美国政府官员说他们还没有看到伊朗参与袭击以色列的证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天 接受CNN采访的时候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伊朗 指挥或者幕后策划这次袭击的证据 但两者之间肯定有长期的关系 哈尔街日报指出 圣城军的指挥官叫伊斯梅尔 卡尼 这个 伊朗革命卫队 有个军队军种叫圣城军 圣城军的指挥官叫伊斯梅尔卡尼 他负责统一指挥 伊朗的海外的这个代理人 那么卡尼其实已经去了黎巴嫩 在黎巴嫩 协调珍珠党 黎巴嫩珍珠党 联合这个配合这个这个哈马斯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华尔街日报指出对伊朗参与袭击以色列的策划工作的说法 欧洲的官员和叙利亚的政府顾问 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 如果伊朗直接参与了这个袭击 那么对伊朗的对中东局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以色列的安全官员说 如果发现伊朗对袭击以色列 有责任 将会对伊朗领导人进行打击 那也有评论认为这个伊朗刚刚拿到 美国冻结 冻结的这个60亿美元的资金 而且伊朗和美国在某些利益上有共同点 所以认为伊朗不大可能会是具体的策划者 他说虽然这个 那个伊朗表示支持哈马斯但是这属于标准的操作 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我还是觉得伊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你看一下后面的 后面有更多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那么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进入了第3天 哈马斯在以色列对当地平民进行的一系列血腥屠杀 陆续在网上 曝光 那么 第一件事情就是哈马斯学习 学习超新星音乐节的现场 那么 音乐节现场大屠杀的幸存者 在视频上说 他说 这个哈马斯武装分子冲进这个音乐节的现场 近距离的向这些参与者参与音乐节的这个参与者 开枪 从第1排到第4排全部所有人都被枪杀 他在第2排幸存者在第2排 非常幸运的活下来 那么 以色列驻华使馆说 有一个 中乙混血儿他叫诺亚 阿加玛尼 他是在北京出生 他在音乐会的现场被哈马斯绑架 是一个中乙混血儿 另外网上还流传着视频和照片 显示哈马斯对一排 以色列的士兵进行斩首的血腥场面 那么这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这些 哈马斯在以色列 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暴力的血腥场面 陆续的在网上都出现 那么以色列空军10月9号持续的对加沙 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轰炸强度前所未有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经摧毁了500个 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目标包括 哈马斯总部 哈马斯情报组织的总部 哈马斯海军建筑 伊斯兰国家银行总部 还有一个军工厂还有两家银行 另外最新的消息是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叫 辛瓦尔在空袭中被炸死 那已经当天 以色列空军当天出动了 17架F35战机,43架F16战机 20架F15战机和12架 侦察无人机 他就是用来轰炸这个 加沙地区的哈马斯目标 那么以色列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 进入战争状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军队 获得了采取行动的权限 他不需要提前报告 他们以色列的国际 国际法律团 以前在以前,以色列军队采取行动之前 都要先报告 国际法律团 审核行不行 行就去,就这样 另外呢 进入战争状态就不需要了,直接就打 那么另外,已经集结了150毫米自行火炮 也不会提前五分钟打电话通知 之前呢,之前的冲突过程当中 已经都会打电话通知 加沙,我要炮击了 老百姓赶紧撤 提前五分钟 现在也不提前通知了,直接就炸 而且 不搞什么净准打击 另外呢,黎巴嫩珍珠党 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 在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发动攻击 主要是侧应加杀的哈马斯 那么以色列国防军军行回击 那么以色列政府说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已经确认有700多 700多名以色列人上升 另外2408人受伤 那么以色列军方说,以色列的士兵和平民被绑架到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造成了4143人上升 2200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新的视频讲话说,要为以色列黑色的一天报仇 他强调以色列军方将会全力以赴 对哈马斯实施打击,他要求加沙的居民立刻离开 因为以色列部队将会全面部署 以色列国防部长宣布已经肃清了以色列境内的哈马斯入侵者 他下令全面封锁加沙 中断 食品 电力 燃料供应 他说这是针对哈马斯 进行围困作战的一部分 加沙地带现在住着200万人口 现在离开的只有12万 以色列军队宣布已经完成了他们第1个战略部署 那么下个第2战略部署就是 青角 青角这个哈马斯 美国总统拜登迅速向以色列表达坚如磐石的支持 同时警告敌视以色列的国家 不要利用当前的局势牟利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 和总统拜登商量之后 他下令在东地珠海部署富特号航母打击群 就是 就是不其实部署到中东去 那美军还在增加这一地区的战机包括F35 F16 F15和A10 另外美军宣布迅速向以色列 提供弹药等军事支援 这次在这次事件当中 备受质疑的是谁 备受质疑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 那摩萨德的前局长哈勒韦向CNN说 他说以色列事前一无所知 他说我们什么意见都没有这是巴勒斯坦人第1次 这么远这么远的深入以色列领土 哈马斯24小时之内 发射了3000多枚导弹 他说在我们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多导弹 其实是火箭弹 他说我们更没有料到他们今天这么高效 这么高效的24小时发射3000多枚这个火箭弹 他说作为一次作战行动他们非常成功 那么伊朗议会 当中这个议员们在议会中高喊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 与此同时 阿拉伯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支持哈马斯 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那么其中包括也门叙利亚伊拉克 那么基本上都是这样包括美国各地我们就不去不重新讲 那么就在以色列 集结重兵准备进军加沙倒毁哈马斯之际 埃及持续以以色列和哈马斯沟通 一方面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 另外一方面要求哈马斯保障以色列的人质的安全 希望保留局势尽快缓和下来 那么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 以及以色列接壤 埃及过去一直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之间的协调人 那么福克斯新闻也报道说 说卡塔尔调解员以及与哈马斯 官员进行极致通话 那么协商释放被哈马斯绑架关押的 以色列的妇女儿童 埃及消息说 这个巴以战争爆发以来有7000名以色列的游客 从西奈半岛返回了以色列 那么红星月会 也从西奈半岛通过 拉法关卡向加沙运送了一些 医疗救援物资 联合管理会10月8号针对哈马斯 突袭以色列 召开了紧急闭门会议 那么会议上美国和大部分国家 都强烈谴责哈马斯 但是俄罗斯反对 那么中国说支持谴责声明不过 谴责针对平民暴力 不是针对袭击袭击者哈马斯 以色列驻联合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叫埃尔丹在安理会 特别会议结束之后表示 以色列不会跟哈马斯谈判 他说以这些野蛮人交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摧毁哈马斯恐怖主义基础设施 彻底消灭他的时候 这样类似的恐怖就不会再发生 那全全球宏观研究机构 叫Micro AiPi Micro 预测 这个巴以战争将会升级 那么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将会蔓延到黎巴嫩 可能性达到70% 因为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和 这个以色列爆发边境冲突 这些冲突可能升级为 重大冲突 以色列甚至可能会进入黎巴嫩的南部 另外一个风险就是 以色列瞄准伊朗的核计划 可能性20% 也就是说他的预测是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蔓延到黎巴嫩南部 这可能性是70% 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可能性20% 为什么因为 以色列目前有强烈的动机 把战争 带到这个伊朗因为现在 应该他们也知道 因为 从目前来看 就是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我相信应该是 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泄露的否则他怎么可能知道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以色列应该很有很强大的动机 把这个战争 对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攻击 目前考虑到最极端的情况就是 以色列 直接袭击 伊朗的核设施 它有可能导致油价暴涨到150 150美元 另外这场战争会 也可能会把这个基本上他认为 把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 这个核协议的可能性降到零 另外 拜登之前因为对伊朗的这个比较温和的立场 被饱受国内批评 所以伊朗问题可能对民主党 这个明年的大选构成了很大的风险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以色列正式宣布宣战反击 那么 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为什么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会选择星期六突袭以色列 这里面有不同的说法 那从目前的情况来有几个情况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第1个 沙特 沙特跟伊朗是树敌 那么但是呢伊朗现在在中国跟俄罗斯的支持下 伊朗已经接近拥有核武器 快了 很快 他们在边缘 这是第1个 第2个 川普退出了伊朗核协议 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 那么拜登政府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他最初的工作重点是重返 核协议 就是 把川普政府的政策把它翻过来 他要重返他在中东的工作一开始的重点是 重返核协议 那但是拜登政府又不愿意跟伊朗直接谈判 所以进行间接谈判 间接谈判不成功失败了 失败了拜登政府就转向 他中东政策就开始转向 转向什么转向沙特跟伊朗 达成和平协议 和解 最终达成和平协议 那么美国给沙特定了一个协议的框架 美国可以为沙特提供 这个核项目就是 核电站 沙特是要求美国提供一个核电站 民用核电站 并且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 美国是同意的 美国是愿意提供的 那这件事情就变得相当的 这个进展就非常的快 所以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前几天 美国有个国会代表团访问了沙特 并且下一步就要访问以色列 那么而且当时有两名白宫的高级官员 去了沙特 推动沙特跟以色列的谈判 这是第四第五 以色列跟沙特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 拜登政府上个月 在纽约见了这个沙特的总理 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双方的条件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所以沙特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 已经接近达成 这对中东和平 进程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那么以色列和沙特如果达成和平协议 最大的输家就两个 一个是巴勒斯坦 一个是伊朗 巴勒斯坦的原因是当和平进程到来的时候 哈马斯这些激进组织的市场就没有了 就没有人再给他钱 所以 哈马斯是依靠冲突生存 那么伊朗就不用说了,如果以色列跟沙特达成和平协议 伊朗就不会 就等于晾在一边 他所有的诉求都 无法实现 所以呢 巴勒斯坦和伊朗 是以色列和沙特达成和平协议的 最大的输家 所以哈马斯就选择这个时候袭击以色列 目的是什么 激起以色列的严厉反击 那以色列一旦反击,那阿拉伯世界就会 做出回应 阿拉伯世界如果做出回应 那以色列和沙特之间 达成和平协议,现在达成和平协议就变得不合时宜 所以协议肯定签不了,没办法签 沙特签的话 阿拉伯世界 把他踢飞了,所以基本上沙特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跟他 签和平协议 所以结果就是,这就是 哈马斯为什么 你基本上是用一个 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 在以色列境内进行血腥的屠杀,而且把这屠杀的照片 视频拍下来放上网 就是为了刺激以色列反击 所以以色列反击的结果就是 和平协议现在 目前肯定签不成 所以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反击 同时宣战 这以色列74年以来第1次宣战 但问题是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以色列 如果要清剿哈马斯 就必须进行地面攻击 地面攻击的后果有可能陷入胶着 时间一拉长 那政治后果就更严重 那当然如果以色列 以色列的部队 这个 进入加沙 清剿哈马斯速度很快 快进快出 然后再把加沙移交给这个法塔赫 法塔赫是加沙地带 约旦河西岸 以色列国 以色列让巴勒斯坦建国其实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加沙,一个是约旦河西岸 约旦河西岸是巴勒斯坦的 就是法塔赫的政权,基本上在那里主政 这边是加沙 那么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黎巴嫩珍珠党 就开始在黎巴嫩 向以色列发动攻击 黎巴嫩珍珠党的精锐特种部队 叫拉杜安部队已经部署到和以色列接壤的叫梅图拉地区 那拉杜安部队有1000人 他们有反坦克系统,有自杀式无人机 还有俄罗斯的给他们配备的各种武器装备 基本上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那我们讲讲中国的立场 中国这边 外交部10月8号发表声明说中方对当前巴以紧张局势 加剧和暴力升局深表关切 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刻停火,保护平民 防止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巴以冲突反复上演,充分说明和平进程 长期停滞 不可持续 平息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国际社会应当增强紧迫感 加大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投入,推动巴以双方早日恢复和谈 寻求持久和平之道 中方将继续与 国际社会一道,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那么中国方面的反应,第1个 不谴责发动袭击的哈马斯 只是单纯的呼吁和平 这第1个,第2个 扯别的 扯别的 还企图在这件事情上获利 那之前这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这个阿巴斯访问中国,习近平见他讲了一番 讲了一番这个 不论什么情况我都支持你的话 中国在这件事情的态度 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一模一样 那么在国际上 中国就是一个没有底线 口头上说 尊重联合国宪章 实际上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是个骗子 网友说这个世界太过纷繁复杂,各种势力各种派别交织 混动不清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常识 比如对文明价值的判断是不变的 那些美好的善良的事物 如果你看到武装分子在街头开枪 无差别的射击路过的车辆的时候,当你们看到 当他们进入 居民区挨家挨户的处决 南宁老少的时候 当他们踩在死亡的平民尸体上 拍短视频炫耀的时候,将女性脱光游街侮辱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很清晰 这些人永远不是 这些人 远不是以色列的敌人 他们是人类的敌人 所有渴望文明 者的共同的敌人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 推特大卫荣健说,在国际大势大飞之际选边站 决定国运走向 什么时候与国际主流文明国家 站在一起 就国运昌盛 什么时候和世界公认的流氓国站在一起 那就必定四面楚歌 这荣健说的 老蛮细说说,每一次当中国网民在国际大势上 选择站到 全球主流方向的另外一边 尤其是站在反常识 和反人性的那一边 中国的金融市场都会暴跌 大概是因为金融 即便再贪婪再逐利 也总是会和保持常识和人性的一丝底线 布鲁金斯协会的研究员,本杰明 Wittas发一个帖子,写了一篇文章发出来 他告诫人们在以色列 在以色列遭受惨剧的时候,应该表现出人性 这篇文章值得一读,我分享给大家 他说我还在消化这个消息 他说说实话,我很震惊 然而 有七种 不应该对以色列被大规模谋杀事件做出的回应的方式 他告诫七点 第一 请不要说这是巴勒斯坦人或者穆斯林唯一能够 理解的语言是暴力 千万不要这么做 对以色列 对以色列人种族灭绝的回应,不是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 以色列对加沙的哈马斯进行军事行动 鉴于哈马斯的运作方式 和加沙的高密度人群 有很多巴勒斯坦平民将因此上升或者受伤,这是一场悲剧 他们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就像今天的以色列受害者一样 所以 请不要唱高调,我觉得说得很好 很对 第二 随着以色列的死亡人数每小时的上升 请不要转移话题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 不要急于告诉我们袭击的背景 机会有的是每天都在进行 911不是讨论美国外交政策错误的日子 伊斯兰国杀害100人的那一天,不是让法国反省自己罪行的时候 如果你对以色列300人死亡的事件回应,是指责以色列人 告诉他们,他们自作自受 那你就在为谋杀辩护 第三,请不要使用任何 以我反对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暴力 但是 作为句子的开头 你需要在办事之前结束你的句子 你就反对 暴力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 之后的内容可能是正确的 也可能是有价值的 但是今天不是有价值的时候 明天或后天可能也不是 理解吗?这讲的是中国 第4 不要利用这次袭击 来攻击以你不同立场的其他人 具体来说 如果是你是美国人 不要利用以色列的人被杀 来攻击你国内的政敌 我不关心他们是谁 这不是川普的错,也不是拜登的错 这和最近的伊朗协议也没有关系 第5 世界不需要听到你觉得这次袭击表明你是对的 或者你的敌人是错的,愚蠢的 背心欺义的 哈马斯发动这次袭击 并不是验证你对自己的智慧 或者是你的洞察力 第5 我们不需要听到你关于这次事件的阴谋论 我们知道你觉得自己很聪明 但实际上 我们不需要你的聪明劲 第7 最后 我们不需要听到你对 这将如何重塑 如何 如何预测 如何重塑这个或者那个的预测 这是内塔尼亚湖要做的事情 未来迟早会来 而且可能你是错的 文章最后说,他说对于以上的各种情况,我没有点名 在几百人遇难的那一天 那些宣示立场的人应该保持沉默 而且我们应该表现出一些宽容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主题讲长了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好 鸣谢 谢谢 观点,根据这几天的消息 我认为哈马斯这次支持是中共出的钱 俄罗斯出战术 伊朗中转给哈马斯 提问 我不相信犹太教基督教,但是我也知道以色列无论是以前 还是以后 以色列花钱买来的地,乃至现在 181号文件 无论哪里看都是以色列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国内接受过高等教育 甚至精英教育的人还会认为巴勒斯坦的地方 还说是中共 逆流宣传非常成功 基本上从我 从我记事开始 中共就是支持阿拉伯的 是反对以色列的 为什么呢 只有一个原因,美国支持以色列 中共就支持阿拉伯 不管 是非对错 就这么简单 不多 这件事情的逻辑 一点都不复杂,就很简单 美国支持以色列 所以中共就支持阿拉伯 至于说 支持阿拉伯用什么理由,背后建立一套什么样的逻辑,包括你说的这些逻辑 中共为了这个立场 他就编各种各样的故事 各种各样的故事最后 在国内 宣传 我从小就接受这个教育 提问说黎巴嫩 珍珠党也在袭击以色列是真的 观点 这个行动谁会得利,谁都有可能是幕后推手 不过这些行动分为 资源提供 情报掩护,信息保证,资金供给 物流秘密运送,人员培训,行动策划,行动执行,行动测印 911后的监管系统,如此复杂的行动不是短期可以做到 也不是几个小组 小组织和单一国家可以完成的,必须多国协助 多国协助 为什么 网友经常为了 达到一个 达到一个目的,把一件事情扭转到 发动一件这样的袭击要多国协助吗?我不觉得 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挑战西方的 西方与中东地区的关系 许多大小国家就有可能政治利益 我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看不懂 观点,以色列军队战力强大,美国站着 支持就可以了 就可以这次反击,不是乌克兰战争可以比拟 只要以色列跟伊朗不直接打仗,关门打哈马斯 这将会是个局部战争,不是邪恶轴心希望的第二战场 有道理 哈马斯 哈马斯当然 哈马斯是不可能 对抗以色列的部队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 没有 没有对抗性的战争 基本上没有对抗性的,以色列的部队打过去那基本上哈马斯 就会被剿灭,除非他逃走 我相信他一定会逃走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那也就意味着 以色列会重新控制 加撒 情况,犹太裔朋友原来是和平派 他同情巴勒斯坦人 也支持巴勒斯坦立国 上周还参加过反对 内塔尼亚湖的游行,这场恐怖攻击改变了一切 朋友已经收到了以色列国防部的通知 准备参加战斗 战争与和平只有一线之格 是这样 观点哈马斯的打法就是中共的军民融合藏在老百姓中间 让以色列无从下手 以色列没有手软 一样的炸,你看一下视频 记不上 就你感觉是 你感觉根本就没有精准 精准打击这一说,直接就是一炸一大片 观点我绝对反对血性屠杀恐怖行动 哈马斯的行动完全是反人类 完全是拖着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堕落到地狱去的行为 无论谁在背后支持 或者是不谴责都是同罪 观点 大家普遍猜测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 可能就是从中获利最大的那个 然而对他们之中的每一个而言 挑起这件事情从长眼而言 都是不太明智 所以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其实他们中最蠢的那个 我还是 我认为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是可信的,我认为是伊朗是幕后黑手 伊朗参与了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两点 为什么我会接受 接受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的结论呢? 第一点 他讲的非常的具体 就是美国 处死 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的协议快要达成 快要达成 他有具体的事件 在后面支持 那以色列 以色列要是跟沙特达成和平协议 对整个中东进程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 飞跃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以色列推动这件事情的发生,你说要很久吗?我也不觉得要很久 那当然你说 俄罗斯会不会也 加根柴火呢?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俄罗斯应该没有 我们星期六的时候节目当中有网友提到,我觉得也是有道理 俄罗斯目前应该是没有资源和精力去 做这件事情 他这仗打的焦头烂额呢 也有道理 我觉得伊朗的 伊朗的可能性最大 情绪与其说中共支持阿拉伯反对美国,不如说是中共 自始至终都在拒绝普世价值 从米洛紫维奇到萨达姆到卡扎菲 到今天的塔利班到哈马斯 中共始终站在文明事件的对立面,说得非常对 但身为墙内的人员感觉很痛苦的一点在于 中共让中国人看到了世界,看到了文明社会的样子 所以现在墙内的现状更加闹心 更加不忍直视 你不用痛苦,你愤怒保持愤怒就行 别痛苦 观点,哈马斯更像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组织 他就是个军事组织 情况下提问,关于美国征兵信息向我的好友建议了这个拿绿卡的方法 他说他了解过 说是个坑,美国会用各种理由让你无法 服行完整的兵,服完整的兵役 主要针对亚裔,请问我的朋友了解的情况属实吗 我不知道 我不觉得美国人会 针对亚裔 采取措施,让他没办法完成兵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 如果你针对亚裔 你想一下,部队是什么,部队是人群啊 骑士,在部队里骑士你疯了,这是在美国,这不是在中国 中国觉得骑士这件事情无处不在,随时都可以发生 但是你要在美国你试试看 陪死你去 提问小运高强这个概念,这个词是美国人自己讲的 还是中国政府带有贬义的提法,这不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都不提这个词 小运高强是我提的 我讲的最多,最早 这是美国针对中国的脱钩战略的其中一个策略 叫小运高强 就是对中国的科技 科技脱钩,其实是科技脱钩 科技脱钩的其中有一点就是保护美国的尖端科技 把这种脱钩呢,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所以叫小院 高强是什么意思 高强是不让你得到,要采取的措施很严厉,就叫高强 小院高强 就是一方面 要保持美国的科技领先的优势 防止你拿到我最新的东西 但是又要把这影响缩小到最小的范围 因为中美之间的 经济联系非常的密切 就这两个,就这意思 提问,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对俄乌战场的影响是什么,不知道 还看不出来 观点,以色列遇袭动静很大 放在全球来看,影响有限,后果 极无悬念 朝鲜运军火这件事情才是大事,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美国不可能任由朝鲜给俄罗斯输血 否则战争会无休止 而美国打掉军裂,朝鲜可能炮击韩国,甚至引发半岛战争 如果真是这样 美国对柴海军事不一定威慑得住 我不讨论假设性的问题 观点,今天看到很多以色列籍的年轻男性回到祖国 应遭入伍 而且新闻说他们中很多人没有直系亲属 居住在以色列 突然觉得很感动,这样的民族凝聚率 才是真正的爱国和团结 提问,假如 确定背后是伊朗搞鬼 以色列和美国会如何对付伊朗 伊朗不是已经处于制裁的塔顶了吗 我不知道,我们看着呗 知道他跟他有关 那我们就看看以色列和美国到底会怎么样呗 观点 刚刚那位担心美国针对亚裔不履行参军拿绿卡的政策 很明显是把中国政府 形成的印象掏在美国政府上 可惜中国政府是一个文明世界不穿裤子的特例 就是这样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 中国政府干的那些坏事,其他国家 不真的都不会办 但是不是中国政府这种级别 他的逻辑是不一样,政府的逻辑是不一样 美国的政府是什么?人民授权组织的 中国政府是人民授权不是,是共产党拿着枪 建立起来的 这两个不同的政府逻辑 他当然他的行为模式就不一样 所以不要用中国政府的行为 套用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的行为 明白吗 观点,哈马斯此次行动主要的目的是打乱以色列跟中东 阿拉伯国家建交的进程 否则自己会被边缘化,说得很对 以色列政府反击,哈马斯故意逆偿在居民中,这容易让以色列政府在国际上 陷入舆论和外交被动 如果以色列政府不反击,那本届政府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目前的情况来看,以色列政府已经停止向加沙供应能源水和 物资 并且计划全面终结哈马斯对加沙的统治 今天内塔尼亚户对国民讲话 说接下来的战争 将会改变中东的历史 是这样,有道理 鸣谢,谢谢,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台湾国庆日 愿风调雨顺 人民幸福 安乐乐丽国运昌龙,谢谢 谢谢,凯文A,谢谢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